这个函数当然也许你可以分成两个阶段来完成 第一个是先把第二个字先取出来 那第二个字要取出来的话 我们可以用那个MID 那超函数 然后我们可以用那个 我的习惯上是这边用MID这个函数 然后他会问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你要在哪一个文字 那这个储存就给他 就这个文字 第二个问题他会问你说 你从哪一个字开始 starMVM就是从哪个字 那我们从第一第二个字 第三个问题他会问你说 那你要抓几个chars几个字元 其实就几个字 那我们要抓一个字 就是把第二个字抓一个字 那特别注意他帮你抓回来的这个字 其实就是1 有没有 就是不过你要特别注意 这个1 它跟这个1 两个有没有相等 对啊 这个它前后有双引号 这个双引号表示说 它是一个文字的1 跟前后没有双引号 这个1是数字的1 在esail里面呢 它会视为两个是不相等的东西 OK 你不要之前有同学就是因为这个地方没做对了 那所以特别按确定之后的话 那我们抓到性别嘛 可是这不是最后的答案 我们要是男女 所以你可以在第二个阶段把这个公式剪下来 剪下来之后 我再把它做逻辑判断 逻辑判断的话呢 我把刚刚的公式贴到这个逻辑判断里面 那等于1 特别最后 如果我刚刚这个地方假如说输入1 那这个1是数字1 如果你是这样的结果 比如说你输入假的1的话 是男 反之就是女 那你比如说你这个地方 你这样做 它会产生什么结果呢 那理论上这个 你也想说1 它是男 可是反 它你会发现全部都是女 主要的原因是因为 这个地方呢 你应该要怎么样 把这个1的前后 再用双语号 把它包起来 这样子的话呢 它才会 两个才会是相等的 所以如果你按确定 向下填满 这样子的话呢 才会是正确的 OK 不过 当很多工作上面 实际上有可能发现状况 就是说 你这个地方的数字 可能是来自于 某一个储存格来的资料 那假如说你不能 后面这个1已经来源 已经是数字的1了 那你需要怎么样 把前面的文字1 转换成数字的1 再来比较嘛 所以呢 你该怎么样 可以把前面的资料 变成 它是文字 变数字 诶 那用哪个函数 可以完成呢 包哥 有没有用过这个 其实 如果 其实 这很简 在 如果你有时间的话 我是建议 它就在这里 下面都告诉你 不过你不要一个一个看 因为它刚好在最后面一个 Value 有没有 有没有看到 它这边明明就跟你讲 将文字资料 转换成 数字资料 所以你怎么样 就把Value包起来 它不就把文字转型 数字了吗 答案就出来了 所以呢 如果以刚刚这个 这个这个来看 很简单 如果你不改 前面 后面角的不能动 你只能给一个 数字的E 那我可以怎么做呢 可以把这个 外面再包一个Value 所以这个还 蛮 蛮常用到的 我是 因为之前常常会有这种状况 就是 后面的资料是来自于 可能某个 某一个储存格 那某个储存格 它就是数字 那你不能动后面 只能动前面的 那这个时候 你可以在外面 包一个Value 这样子的话呢 当然向下填满 也是OK的 所以这部分的话 顺便就 多补充一个 就Value的这一个 函数啦 其实你会发现 这些东西 它就是活的 那也不用死背 有空的时候 反正有时候逛一下 run一下 哪一些函数 像我刚刚有提到 像call 这个我想很多同学 可能也没用过 但是很重要 因为你如果不会这个函数的话 中文英文数字这些 你就没办法去判断了 但是如果你会的话 你就可以判断 假如你要某个储存格里面的 像数字的话 可能有数字英文中 只要一堆嘛 那怎么办 你要把数字部分取出来的话 可以用call判断 或者因为数字 它有固定的那个内码 你只要那个范围里面 判断对的 资料再抓出来 也是OK的 好 这个是第一个 那刚刚还有提到有关 那个像 这个laps 比如说住在台北的吴先生 那我们可以分两件 第一个就是 超函数 第一个用laps 先去抓什么 抓第一个字 所以这个 它的名字里面抓一个字 所以用laps 吴出来了 后面没有称呼 所以怎么办呢 你可以用and串接 and串什么呢 串 可是问题是男生 要变成先生 反之就变小姐的话 那你可以在后面 串一个什么 这别之后 后面如果还在串 那个函数的话 请记得 不要再用插入函数 因为它会把前面这个盖掉 通常是下拉清单 找到乙符 它会帮你把乙符放这里 如果性别是男生的话 那我们就输入 这个地方的话呢 那我就先生 反之的话 就是小姐 所以这边的话呢 我就 反之就小姐 那不过乙符这个函数 它还蛮贴心 自动会帮你加 那个前后双领套 不过特别说 有些函数 不会帮你加 你一定要自己加 要手动加 这个乙符是会自己加 所以比较没问题 那如果你要刚好什么 住在台北的 吴先生的话 你就是前面怎么样 再去串嘛 那你可以怎么样串呢 串接的话记得 一定是自串嘛 所以一定是双一号开头 我习惯是前后双一号 然后就住在 然后呢 台北 所以你就住在 后面的话 你就end 串接 这个串接符号 住在哪里呢 台北 对不对 在end 储存格跟储存格 之间 如果你要串 一定用串接符号 所以住在台北的 多一个的 所以你就在 这个双一号 移到中间 这边加一个end串接 反正一定是串接的 OK 好 那这样的话呢 你就打勾了 我们看一下结果 应该是 OK 住在哪里的 住在台北的 吴先生 住在哪里的 有没有 住在台中的 这个张小姐 有没有 这样就完整的叙述了 所以有的时候 可以利用这样的方法 不见得一定要 撰写程式 其实很多时候 简单的事情 函数就可以 深圳愉快 那这个部分的话是 laps 里面 然后trim的话 我刚刚有提过 如果你用trim 但是假如说 你要把里面的 空白全部去掉的话 你可以配合一个叫substitute s开头的 这个 给它文字 它这里面呢 总共有四个参数 不过第四个参数是 不需要也没关系 这instant number指的是 如果你有好几个空白 那你要从第几个开始取代 如果没有 它就从头取代 那order test是意思说 你要取代什么 我要取代空白 特别之后 空白在这里 请你先双引号开头 再一个空白 再一个双引号 用这样来表示什么 我要取代的是空白 那取代成没有 那么 new test指的是 你要变成什么 没有 那没有的话不是空下来 没有是两个参引号 用来表示空置串 空置串 特别说这个很重要 空置串是两个参引号 放在这里 表示我要把它清除掉的意思 ok好 那这个地方做完之后 这个可以不用了 因为它这边讲说第几个 然后我们如果空下来就从头 那它会把里面只要有空白的 全部都变成没有 按确定 下下填满 但是会有问题 这个英文不应该 它却把它全部清空 所以这个时候你可以用什么 用逻辑判断 call 这个call的话其实就是根据什么 其实这个call有时候你可能要看云端 我刚刚讲过云端白板里面 你可以看这个文字与资料函数 这边有一个我们第一个范例 你把它打开 只要有一个档案就会有一个对应的答案 那你可以把它打开来 里面的话呢 就会有我刚刚做过的任何比较重要 那不是全部有些的答案都帮你照相放在这里 那里面的话 有关刚刚提到的那个内码 其实就这边有一个叫ASCII code内码表 其实最早美国在设计电脑的时候 它根本没有想到 有其他国的语系的问题 所以它在0到127 这个就是内码的编号 前面这个数字 0到127 它就放了这些内码 那其中的话 特别注意 比如说里面呢 你会发现呢 英文一定是在 大写的话一定是在65到90 有没有 然后小写的话一定是97到122 数字的话一定是48 到多少 到57 那意思其实就是 0到127这里面 都是放 包含就是英文 数字 一些符号等等的 那我们怎么判断说 它到底是中文还是英文或数字 其实有一个比较简单的做法 就是你可以用那个code 把这个储存格里面给它 不过这个可能还是有一些不足的地方 它会去抓 那这一个储存格里面的第一个字来判断 那你可能有夹杂啦 不过我不管啦 我们先简单的 假如说啦 它第一个字喔 如果是中文的话 那理论上里面应该都是放中文 假设是这样的情境的话 那你按确定你会发现喔 它会出现的是一个很大的数字 那为什么是很大的 因为中文字喔 它是两个拜扇 相乘的一个数字 如果是i的话 如果你像它填满喔 你会发现喔 它是73 那为什么是73喔 其实你可以看一下内码表 i的话 它的位置刚好是 大写的i嘛 刚好就是73 就这个数字啦 同理可证啦 反正就是 大概就知道说 如果你今天回来的数字 是小于127的话 那你可以严格讲起来 应该是小于多少 小于122啦 122以后的话 其实基本上 它应该就是数字 或者是这个英文 那如果是超过12 假设127好了 我们用127 那它就有可能是中文 所以呢 如果我用这个方式来带的话 那我可以把这个公式先复制一下 因为这公式比较长 那我可以怎么样 在旁边先设一个逻辑 这个逻辑的话 如果假如什么条件呢 如果这个里面的值大于127的话 假设它大于127 那就表示它应该可能就是中文 那我就用什么 用subtitude 我就把这个subtitude贴到这边来 反之的话呢 用trim trim比较简单 因为它直接什么 tr im 然后呢 前刮壶就点选这个储存格就可以了 然后后刮壶 也就是我如果中文用subtitude 英文用trim的话 那我按确定 我们来看一下 基本上应该向下填满 这个中文 英文 有没有 I love you 这个就没有被切到了 那英文当然就是维持原来的 那可是中文呢 就切到我们需要的 所以利用这个范例的话呢 可以用来做判断 中文或英文 所以这个当然一个 粗浅的 那这边有一个最后完成的 我有把它截图放在这边 所以用trim subtitude call 然后判断 所以这个范例里面呢 就会用到四个函数了 那里面可能有几个 可能是比较含用的 我想各位试试看 那可以顺便了解一下内码 因为 经常有可能会遇到 你要判断 初生歌里面的那个中文 数字 英文 你可以利用这个规则 那待会的话 我们再来看一下 如何串接 这个手机号码 那可能我会分成几个阶段来看 可能第一种解法 第二种解法 第三种就是VBA 第三跟第四 可以加按钮 然后呢 可以插入函数 答案在这里 待会再来看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